車子經過邁進入圓環 紛紛放慢速度 涉水而過 27日一場豪大雨 來得又急又猛 地勢比較低的地方 出現積水情況 安樂區大五輪溪 河水上漲 部分路段也出現了積水 金融市長謝國良 下午2點 緊急坐鎮災害應變中心 宣布災害應變中心 由3級調升為2級開設 隨後前往安樂區 視察大五輪溪水位情形 提醒市民朋友要多注意 因為兩個小時 只要降下100毫米的話 基本上就會開始有機淹水的情形 那主要我們怕的是 短時間的強降雨 所以還是請市民朋友多加注意 天其實都會有陸續這樣子的情況 尤其是下一週也有漸子颱風 所以這兩個禮拜是一個 比較下雨量下得比較急的情況 所以請大家多注意 連續兩天的好大雨 部分地區出現了積水 坐鎮災害應變中心的市長謝國良 日前因為感冒身體不適 27號下午又遇上這場好大雨 原定前往醫院調點滴的他 也臨時取消改為視察 拍照你吃藥一樣 今天有沒有好一點 還是要去打一下 不行 氣象署發佈大雨特暴 新北金融則是豪雨特暴 午後退流雲氣發展旺盛 各地容易有強降雨 就用災害應變中心緊急開設 市長謝國良要求各單位做好萬全準備 預防強降雨可能帶來的災情 記者黃紹明就用報導